下一位是張超雄議員 你根據過往的紀錄 有些議員重複他人或者重複自己 實在是不對 重複他人 以至到你要展報 說不准再問 或者限制三分鐘 這個是非常之不適當的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議員 有這麼多政黨 有一個議員表示了某一方面的關注 不等於其他的議員 不可以在同樣地方有關注的 如果你說民建聯表示關注高官的薪酬太高 那工黨就不可以表示同樣的關注 那就大件事 這裡不是限制言論自由的地方 主席 所以我希望你搞清楚 和收回剛才那個的判斷 重複其他議員的關注絕對是沒有問題 還有我有一件事的澄清 你說我重複高官和最基層的差20倍是錯的 50倍呢 你都明白嗎 好了你時間夠了 我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有時間 就請大家看回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 裡面說明是不應該重複本身 或者其他委員的觀點 希望大家明白 下一位是尹兆堅議員 多謝 剛才呢 有些同事都重複了的觀點 所以我希望都縮短一點 我就覺得我們很自覺的 但是你剛才提出那個裁決 是不是重複的論點呢 那個說法的 很不合理 剛才有同事都說了 我真的不想太勞累地說 如果這樣的話 不用問的了 議會 剛才劉小姐說得很好 為什麼要有一個五分鐘 三分鐘 就是要這樣 如果你這樣裁決的話 我真的認認真真要求主席 你考慮一下 你是否才來主持會議 不是剛才麥美娟議員說的 因為我講話的時候 他未到 可能他不知道我說什麼 我講的就是因為 你有一個很強烈的偏見 我覺得 你這樣的裁決 和你的看法 強烈的看法有關係 而你也都剛才 我今早到現在講過 泛民的同事在做大龍鳳 不要再說話在這裡壓人等等 我覺得你不適合今天的主持會議 希望你正式考慮去到 加油其他同事主持會議 謝謝主席 陳志全議員 一分鐘 主席 剛才你說想問問題 如果我們想問問題 就不應該提規程 應該進入問問題 現在我們不是不想去問問題 現在我們是想你收回你的裁決 給我們自然地問問題 問到問完便去投票 處理下一個議案 所謂重複 我們講過 我尊重主席你行使議事規則 賦予你的權力 如果那個同事是重複的 你指出 他再不聽的 你終止他發言 是一個一個地去處理 然後你就說他重複別人那些 不如以後你列個表出來 高官表現掛亂問了七次了 所有人都不准再提高官表現掛亂 因為有七個人之前問了 是不是這樣呢 絕對不是這樣的 不是以後你規範大家所有的問題 每個範疇可以問多少次 哇 那就是還需要開會 還有我們現在什麼叫沒有時間 你明天都還有八個小時 就算你做這個裁決 我覺得都不是這個 此時此刻去做 好下一位 蔣麗雲議員 一分鐘 主席 其實有時我覺得 你人很好 你很希望能夠好地主持這個會議 但是現在事實上 你這番苦心都白費了 你想想 我們現在談這個議程的話 應該四個禮拜前就應該談完的 當時你通知所有委員 就是你當日會處理三個議程 但到最後一個議程都未完 而這個議程處理了四個禮拜 四次會都未完 那你變成來說 即是大家都不知道怎樣 你現在建制派議員就走下去 大家都不知道你究竟何時完 那班的話 你剛剛聽到陳志全說了 很清楚 你誰問 問到我沒有問題為止 然後按他這樣說 真是呀 那些什麼高鐵 七年前 問到現在還在問都可以 對嗎 對嗎 是因為還未答 就問到現在 對嗎 還有啊 什麼事都不用做的了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 主席 那下一位就是鄭重泰議員 主席 我這個是比較新的 我想問一問有沒有議事規制在法律上的觀點 去處理 譬如有我們的議員同事 或者如果宣布要參選特首的話 會不會有利益衝突 這個特別的議案 我也想說 因為其實這個是會和他們 接下來的委任政治局官員有關 那麼局長他就是對公眾推銷的 就是說 這個是下任的事 那麼他們呢 就是基本上 是不是為了自己加薪的 是為了下面招攬更加好的人才 那麼 但是譬如舉例 葉劉素議員 梁雄議員都說 未來會是參選特首的 那麼他可能 那些班底 是和這次的議案 是有一個直接利益上的關係 那麼 那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需要不需要表決 或者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葉劉素議員 或者梁雄議員 在這個議案上面 我們需要他秘籍 或者他不應該是 探測當中的討論 那麼 這個是新的狀況來的 主席 所以我想 我想指出的就是 當中的問題 重複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因為其實每一天 和每個星期 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狀況 都會轉變的 那所以 好 我想 不如找秘書講一講 因為很多位都講過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呢 就是一個 一定要直接金錢利益 差不多你通過了 他有錢放入袋 所以你說 特首會不會呢 或者秘書可不可以簡單講講 我們秘書處的看法 多謝主席 請大家聽秘書處講一下 簡單來說 關於 金錢利益 第83A條那裏 就是說 如果有金錢 直接或者間接金錢利益 相關的議員 需要披露了金錢利益的性質 才可以發言 或者是提出議案 或者是修訂 那樣 而議事規則第84條 是就著 有直接金錢利益之下 表決或者退席的情況的 就著財委會來講 就因為 一個議員出不出席 就表決 就不計的 只是計讚成反對 那所以呢 就 退席那個部分 就是 那個部分就不適用的 那 那個規則都 在84條那裏都有寫明的了 好 下一位 胡志偉議員 主席 就是 我是對於你的決定說 是 從重複複這個概念 是有極大極大的不滿 因為 重複他人 而是被你去 就是 就是 施奪他那個 進一步去提問的權利呢 其實這一個是 非常離譜 因為 每一個議員都有自己的一個 基本觀點 當然 我們經常都見到 很多的議案 很多的討論 可能大家都有接近的立場 和看法 因此就是 如果你用重複他人 作為一個 就是排除他進一步發言的基礎的話 其實 我覺得你不可以 就是 就這樣 用一個籠籠統統 一刀切 做一個裁決 你可能真的要是 每一個個案 每一次他這樣發言的時間 是要作出提醒 然後就告訴他 你已經重複了 哪個同事的發言 這個我見到 在過往 譬如曾主席 做大主席的時間 處理這個是 在議會上面 我們討論 其實經常都出現的 一段說法來的 所以我覺得 主席你在這一點上面 我希望你收回 不應該 我可以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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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多好多的